我覺得很多人都是自私的 那我管理什麼自行車 什麼幹道什麼話 有一個口訣 我們都是會被 台灣的機車密集度 應該是可以排行全世界前幾名 甚至你跟我上下班都是騎機車 更直接的說法 應該是說你家裡有幾個人 就會有幾台機車 如果說今天我們不小心 發生交通事故 或是在路上遇到行車糾紛 那我們應該怎麼保護自己 在警察來之前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大家好我是東妮 歡迎收看行車交通系列 這系列的影片 我會找許多專業人士來合作 那幫大家解答心中的困擾 那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的來賓 大家好我是Cody 我目前是任職於新北市的交通警察 那當初會考警察是因為 畢業後也沒有想要去當工程師 然後有一天打工的時候 又無意間看到有招生的資訊 然後結果就想說去口好看 然後就誤打誤撞當到現在 這樣子 那我手上這兩份資料 是我從那個 道安資訊網去查到的 那這是一些就是 車禍死亡人數 一些數據 那這邊我就不去做詳細的講解 那我影片上面都會放上網站的連結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主題 那交通事故這麼多 那如果說真的不小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話 那第一件事情 拿起手機不是叫你讓我們 叫朋友來 是要你報警叫警察 那警察來的第一件事情 好心做什麼 基本上在警察來之前 我們都會希望民眾發生交通事故的時候 就可以在後方適當的距離 然後把一個警戒的標誌 最主要是避免後方發生第二次罪狀 對 那等警方到場之後呢 我們如果針對沒有移動的車輛 那我們就是會去做拍照 然後定位 然後再做測彙 就是會測你們可能的當時的形象啊 然後車距跟路況 那車禍發生啊就兩種狀況 第一個人沒事我要跳跳 那第二種啊 就是躺在地上沒丁沒人 那這個啊 你就自求多福啊 就保佑你平常有多做好事 路人看到會幫你叫警 會幫你叫警察 那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前者 那發生車禍後啊 假如說我們人是沒有受傷的 或是說其實不嚴重 那我們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針對這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一樣是希望民眾可以先在後方 就是放置警戒 就是避免自己跟他人 再發生第二次的受傷狀況 對 那第二個 如果你針對沒有受傷的部分的話 那你就是雙方拍照 然後針對形象 然後跟就是可能撞到的位置 先拍照 那就先移到旁邊 然後等候警方到場 就是做後續的處理 對 那如果第二個 你有受傷的話 可是如果雙方同意 就是說喔 你有受傷 但是我已經經過很同意說 可以移至定位嗎 那他說OK 那我們就一樣就是跟沒有受傷的處理狀況 一樣要移到旁邊等待 那如果很嚴重 那就是建議說 可能就是放警戒 那就是人到旁邊 安全處所 就是等候救護車跟警方到場 做後續的處理這樣子 我覺得很多車禍其實發生的時候 尤其是開車 因為開車你有車可以保護嗎 所以不見得發生車禍的人一定會受傷 那有時候大家下車 可能又為了在那邊吵誰錯誰對啊 那很常引起第二次車禍 那我覺得當下最好啊 大家還是車上都可以放那個告示牌 放一下人離開現場 那如果真的沒事的話 像剛剛有提到可以用拍照 拍照的話我們應該是要怎麼拍 那拍照這個部分的話 最主要就是要先確認 車禍當事人的車輛相對位置 對 那最主要就是整個車子的樣子都要進去 基本上都會從後方往前拍 可能三張 遠中近這樣子 對 那再針對 可能如果是追撞的部分 就是針對追撞的那個重點拍個照 然後再就可以先移到旁邊 那最主要就是要拍照的部分 就是要先確定你們兩個之間的相對位置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發生車禍沒事啊 大家就用拍照 不要去擋到那些角頭 尤其是上下班尖峰時刻啊 明明就是沒有怎麼樣 要撞到卡到而已 那看起來車也沒事 硬要卡在那邊 然後造成後面塞車 所以如果人沒怎麼樣拍照移車 才不會又發生第二次車禍 那警察來了 筆錄做完了 大家拍拍屁股回家睡覺嗎 當然不是啊 我們是一個結果嘛 那對 就是出判表 那出判表它就是代表結果嘛 那如果說我覺得這出判表有問題 我要怎麼去做申訴之類的 我們警方在做出判表的部分 只會針對你有沒有違規 有沒有違反相關的 道路交換管理處罰條例 或者是道路交換安全規則 那去寫 就是可能事故發生的原因 那如果針對出判表的結果 你有覺得有問題 除非是很明顯的錯誤 不然基本上我們都會建議民眾 就是去花三千塊的部分 申請鑑定這樣子 那鑑定的部分 就是可以向鑑定在的部分申請 那事情啊 走到這個地步 總是要一個Ending了吧 那和解 我們應該是要到檢查局 還是調解會 還是私下 那和解這件事情啊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需要注意的 針對和解這個部分 車禍發生之後 如果雙方覺得 好 私底下可以 就是談和解話 那你在外面有放心 我們就是 警察這邊會提供場地 那也會提供自私和解書 可是針對和解的內容 我們警方就沒有辦法介入 對 因為會有失公證性 對 那如果你針對私下和解 會覺得有疑慮 那我們可以做 就是幫你申請轉介調解 你就去區公所那邊 就是做調解 調解會那邊會有第三方的公證人 對你們彼此也比較會有保障 像我自己發生過兩隻車禍 我都是在調解會做調解的 和解這部分啊 像我之前 在大學的時候 有碰到一個 我們老師分享的案例 是我們學長 那他就是 要在上課的途中 在路上跟一個阿伯發生車禍 那阿伯就覺得說 當下我都沒事 他就跟那個年輕人說 我沒辦法 沒問題 你快點最好 然後就 就離開了 那事後那個學長 就被對方告 照去討論 那這樣的事情 我們怎麼去做預防 那針對如果車禍發生 可是雙方如果覺得 當下就想來解決的話 不需要通知警方介入處理的話 通常就是建議如果你們 雙方可能說 可能A要賠 B多少錢 的部分我是建議可以錄音錄影 然後就是簡單講解一下 發生的人事實地屋 對 然後徵求對方的同意 就是做錄音錄影這個動作 然後表示說 雙方發生這個車禍 不追 互不追究 或者是誰賠誰多少錢 在錄音錄影之間就是講清楚 後續就比較不會有爭議 就是也不避免對方 事後會煩擾你一口 最保險的 如果說真的有受傷 我還是建議大家還是就是 報警最好 因為如果你要申請保險立賠 你還是必須要報警的那個 三連丹嗎 如果可以和解啊 那是最完美的落物嗎 那有時候天不從人院 那有些人就喜歡擺爛 尤其是很明顯就是他的錯 他就死不出面那一種 就是要和解就不出來 那我可以告對方嗎 那要告他什麼 民事跟刑事到底怎麼去做分別 那針對如果發生車禍 你想要提告刑事過失傷害的話 就是針對有受傷的部分 你是可以提出來的 對那提告的時候 你就是要提供 就是診斷證明書 去做提告的動作 就是有受傷的狀況下 那如果沒有受傷的話 可能就只能提告民事的 就是損害賠償 對針對車損的部分 採損的部分去做理賠 那我聽過說 譬如說這場車禍 有一方提告之後 另外一方就不能提告嗎 提告過失傷害的話是 你有受傷你就有權利 向對方彼此提告 應該這樣講 提告 只要有受傷 我就可以去告犯行事 但是不管誰對誰錯 只要受傷就可以告 提告都是你的權利 對那但最後會不會成立的部分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保證 對 那當這件案子 如果只要有一方做提告之後 他會整個重新做調查嗎 基本上車禍的發生當下 我們就會針對車禍的 所有應該調查的事項 我們就會做好就是卷宗 對那如果有提告的話 我們就是依規定 就是送出去 就然後由檢察官那邊去 做後續的處理 對或是由法院那邊去 做受理的動作這樣子 對 那我們告刑事跟民事 地方是不一樣 刑事的部分就是歸刑事 但是民事的部分就是歸民事 就是它是不一樣的法律體系 對 基本上我們這邊受理 你如果要做提告比例的話 就是刑事的過失傷害 對那如果你如果沒有受傷 只針對你可能車輛受損 財損的部分 就是可能要去民事 提那邊做提告 那交通事故啊 我覺得最害怕的 就是遇到對方是無造 或是酒駕 那如果就單純車禍來講啊 如果某一方是無造 還是酒駕 這會影響到造責任嗎 還是說這是分開去說的 基本上車禍發生跟 無造還有酒駕 它其實不會影響造勢因素 對除非是真的很明顯 它是因為這個酒駕的造勢 才會拉進造勢的噪音裡面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判斷造勢因素的話 基本上還是以有沒有違反 法律規則或是處罰條例去做判斷 對 所以來說就是無造或是酒駕 跟這件事跟造則不會是絕對的關係就對了 對不會是絕對的關係 只是會影響後續保險公司那邊要不要理賠 嗯 了解 那大家都說啊 車子是男人的小老婆 那你有可能把你老婆借別人嗎 應該是這樣講啊 車子啊最怕是借給到無造 或者是說未成年的出事 最成年無造跟無造 那發生傷事故 它會是一樣的嗎 這樣說好了 如果你是未成年但無造 那就是會影響後續 如果在理賠的時候有沒有代位求償的問題 對 那如果是成年無造的話 其實基本上不會影響 就是你向對方理賠也不會影響造勢因素 對 只是如果你是所有人 然後你也明知道對方無造 那你還借給他 那你這個部分你可能就會有相關的法則 對 那比如說像這樣 假設我把車子借給我朋友去開好了 那他如果在外面跟人家車禍撞到別人 結果他造討或人消失不見了 那警察或是對方會找到我這邊來嗎 基本上因為如果對方像造勢逃逸 那現場就是沒有人了 沒有駕駛人嘛 那我們就是會依照車牌去找到車主 那會請車主到場說明 對 那如果車主到場故意不到 或者是他故意不提供駕駛人的資料的話 我們就會針對車輛的部分就是做處置 可能比較混亂 對 所以原則上我們會希望理論上不要隨便借車給別人 那如果你真的今天不得已需要借車給別人的話 那你就必須清楚知道你是借給誰 那他會不會有可能出了事情不負責任 對你來說都是可能會有風險 從小時候家人都會跟你說車標借給朋友 我覺得這是真的啦 因為你自己看喔 如果我們今天把車借給朋友 他開出去了或騎車出去了 如果好死不死他今天在外面發生車禍 那你的朋友在這場車禍中離開 那你總不可能再去跟他陪這台車吧 人家家人都離開了 然後你還去跟他要陪錢 好像也哪裡怪怪的 那最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覺得最怕的是 你把車借給了他 他又把你的車借給別人 然後那個人車禍了 結果那個跑了 你朋友也不想扛著走 他說車不是我開的不是我騎的 那衰的還是車主 最保險就是車不要借別人 我覺得阿 很多人都是自私的啦 就覺得說路就是我的 我就是要先走阿 那我管你什麼直行車阿 什麼幹道什麼什麼 那我覺得大家最不知道的 到底走完車禮讓執行車 知道禮讓幹道 到底知道怎麼去做區分阿 這個禮讓的規則 它其實 道路交換安全規則裡面 有明確的規範它的順序 對 那第一個 最大的優先路選當然就是 就是依照耗置指示就是 紅綠燈 對那這個就沒有幹知道的問題 這個就是依照耗置行車 就是紅燈停綠燈型 對那如果今天沒有正常的紅綠燈 三個燈 就是耗置正常運轉的話 那這就是回歸到幹知道的問題 那幹知道要怎麼分別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有幾個依據 第一個的話我們就是會看 路上如果有設置閃光耗置 閃光紅的話就代表它是知道 那閃光黃它就是幹道 對 那如果今天沒有閃光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如何去判斷 基本上我們就是會看 標誌跟地上的標線有沒有停或讓 對 那如果這些都沒有的話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口訣啦 我們都是會被幹多指右 那幹多指右是第一個就是 幹道要優先於知道 那多的話就是 多車道優先於少車道 那直就是 執行車優先於轉換車 最後一個是右 右就是 右方車優先於左方車 這樣子 對 原來分這麼多 我以前聽到就是說 幹道就是比較大條的道路 然後直道就是比較小條的路 這個是比較 這個說法是對的嗎 可以說對也可以說錯 這是比較籠統的說法 回到我剛剛說的 如果是大條路 理論上它的車道數 就會比小的道路多一點 但是那也不一定要看道路化射 所以其實還是要回歸到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裡面的規定 它有一個規定的一定的順序 對 所以說不見得就是大條路 已經是乾到 小條是知道 是 我要怎麼跟警察敘述說 我現在人在哪裡 你想要貪圖方便 那你就是要想辦法扛起這個責任 我也呼籲在道路上使用的人 道路是大家的使用權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用的